各位摄友,大家好,我是老鱼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器材分享 各位摄友,大家好 看到吗?老鱼手里拿的是摄友给老鱼寄过来的巨型单反 朋友看出来是卡片机 这个卡片是松下品牌的 型号是CS3 这个小卡片是1200段像素 是12倍的光学变焦 镜头焦段是等效于全画幅的25毫米到300毫米 使用广泛的焦段 使用是莱卡和松下合作的镜头 拿在老鱼手里的这个非常清新的卡片机 是索尼的T2 非常非常小巧,非常非常呆萌的小可爱 这台就是刚才那个小可爱小清新的哥哥 那台是T2 这台是T1 T系列卡片机的第一台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它的成色 成色都是非常非常的新啊 都是没有怎么用过的机器 这台松下呀 带有原包装 原充电器 原电池啊 那些纸片也都有 现在这些CCD的卡片机被炒到了很高 有的几百还有上千的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就头几年老鱼 闲置的卡片机卖50块钱都没人买 大家想想啊 现在的手机动辄好几千万 上亿像素的手机拍出来 不比这卡片机强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兴起来卡片机的热炒 在这一两年当中啊 据南方的同行说 香港从日本进来了很多的这种成色不错的 还有那些成色堪比电子垃圾的 乘船的拉到香港 然后销售到内陆 老鱼确实不太懂啊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CCD 这小卡片机成像能够好到哪里 能比现在的手机还好吗 能比现在的单反还好吗 能比现在的归单还好吗 这个是老鱼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事 现在这个网络是真发达 有些东西自己都想不到 突然就爆火就爆红 然后就爆卖 比如说现在的小卡片被年轻人大学生 尤其那些女大学生 据大学的学生说 像这种小卡片啊 在大学当中非常的流行 好像拿着这一个卡片机就是文艺青年一样啊 几户人手一个 你想想这个保有量 商家是真高兴的 就像咱们现在突然爆火的军大衣 那么多人的穿 大家看到哈尔滨的小砂糖菊 都人人都穿这个军大衣 到底美在哪 到底时尚在哪 到底好在哪 也许是我们的十美观 还有我们的意识确实太落后了啊 今天呢 三个卡片都被人买走了 一会儿老鱼给大家打包发走 这种呢 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 希望懂的朋友 在评论区打出他们火的理由 然后告诉告诉老鱼 老鱼也向你们请教了 谢谢了啊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录到这里 给摄友和摄友之间架起一座真诚的桥梁 这是老鱼创建的二手器材 终界担保群 给摄友带卖最良心的二手器材 作祟有温度的视频 弘扬正能量是老鱼建群的初衷和终极目标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